大家好,我是Ricky 今個短片跟大家分享一下題目就是 Time Value of Money Present Value 貨幣時間值 現值 我會利用一條簡單的例子 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處理Present Value這個課題 首先要知道Present Value 一條Finance最基本的公式 PV等於 FV隨意 開庫 1加R 三庫 T次方 在這裏 PV就是Present Value 現值 FV 在這裏 就是Future Cash Flow 將來的現金流 R在這裏就是Interest Rate 或者在公司的角度就是 融資成本 Cost of Capital 最後 T在這裏就是 Number of Previous Overreach The Cash Invest 現金投資的年期 其實 上一條短片都講過Future Value Future Value和Person Value的關係就是透過 Interest Rate、利息、利率和投資的年份 透過Discounting的Process 貼現 將Future Value 轉化現值 即將來的價值 在現在的角度去看 值多少錢 這個例子 就是 假設 你需要一萬元 在一年後 會買一部電話 如果你可以賺到每年的5% 這5% 你可以透過你賺的5% 又或者去投資 用你的方法 賺到5% 那 在這裏題目的話 如果 在這個情況下 你現在 需要投資 下多少錢 去買將來 一年後 一部電話一萬元的呢? 那 通常 通常 Findness 就會另一條 線色 去表達 就會清晰些 那 0 就是 Person Value 現在的價值 現在就是在賺Person Value 現在值多少錢 一年後 你需要 在題目當中 需要一萬元 買一部電話 這個值 在這裏 就是 FV Future Value 利用這條公式 PV 等於FV 除以 開 庫戶 1加R3 庫戶 T次方 的情況下 那 在這裏題目 就是 全面 1萬元 也就是 Discount 回到 現在 Personal Money 值多少錢 那 根據這條公式 FUTURE VALUE 10000 除以 括弧 1加 R 在這題目是5% 三括弧 T 在這一年 找出答案的PERSENT VALUE 值是9523.81 這就是PERSENT VALUE 換言之 你現在需要投資9523.81 一年後你就可以拿回 10000元這個價值 這條公式 在FINANCE的題目是最基本 之後一路下來的題目 都是建設於這個公式 去引申更多公式出來的 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